瑞瑞香是全国文旦幼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 三月正值幼花开花期 除了观赏幼花着果率平均只有5% 剩下的9成5的花全凋谢入土 十多年前瑞瑞五鹤茶笼和花改茶合作研发 就以幼花搭配鲜彩的春茶薰制成为幼花茶 结果一泡而红 创下了一个月近3000多万元的产值 不起眼的幼花究竟是如何创造新兴的农产 又对文旦幼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透过专题报道的内容 带大家一块来了解 三月春暖花开 瑞瑞香五鹤茶区青农 谢明远背着竹楼不采春茶 而是来到文旦幼园当采花贼 刚含包带饭的话 刚出生的话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一粒一粒 那这就是已经可能两天还是三天后 它的花已经开放了 那它花粉呈现黄色的时候 花瓣微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幼花是最香最好的 喝牛奶不养牛 谢明远却甘愿养头牛 15年前在这一片茶园里 种下了200多颗的文旦幼树 栽培出专门用来 训制幼花茶的幼花 如此的搞刚 确保茶品安全 消费者喝了也安心 茶树与文旦幼树共生共荣 产值也倍增 因为我们在原产经萱这一区 奇怪怎么长 就长得不必要这样 比如说树开始大的时候 因为可能因为遮阴的问题 所以茶树跟我们的文旦幼花的话 都长得都非常的理想 所以第一个是考虑到食安的问题 我们会去种这些文旦幼 低温烘焙 最后再以80度的高温收尾 幼花香气 扎扎实实的完全锁在茶经里 冲泡时茶汤温润 夹带着淡雅幼花香气 蜜香茶特有的侯运 让幼花与蜜香茶经完美演绎 当即限量的茶品产业 这个其实对我们这边 因为幼花它也蛮野艳的 所以我们才说 一层花一层茶让花跟茶共免 两到三天 让它那味道吃到茶叶里面 对 那你混下去的时候 因为文旦幼 它有那一个果实 它会带苦 所以它比较不适合 茶跟花混在一起去 开花结果 绽放的文旦幼花 茶笼却是一朵又一朵灾彩 来熏制幼花茶 没了花的文旦幼树 岂不是提早断头 影响文旦幼的生产 单来讲20年的文旦树的话 它的花朵的数量 可以到5000朵到7000朵之间 那我们一棵文旦树的果实的生产 大概平均是200到300粒果实 所以花的数量是远大于果实的数量 那么在取花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适当的选择的话 那对于初步的资料看起来 对果实的生产的影响并不会非常的大 一棵文旦幼树可以开出5000到1万朵的幼花 但能够开花结果的仅占5%而已 顺下的全都凋谢入土花春梨 如今茶农利用幼花淡雅清香 薰制幼花茶 开创五鹤茶区 以及鹤钢文旦幼 农产的新产值 那站在多元利用的立场来看 文旦幼花茶这样生产的立场 这个做的行为 其实对于文旦的产业的多元利用 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差不多六到七间在做幼花茶 那花主要的来源还是以我们鹤钢为主 那当然也有一些 增加就业妈妈的工作机会 他们就会帮忙去采花赚钱 那其实我们其实 为什么要推幼花茶 其实第一个 因为现在有些大果 把那些花采一采 采来后减少大果的量 那第一个 让文旦幼的价钱 也可以提升一点点 不要说每年到文旦骑的时候 有一些场销失衡的 场销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在第一个关卡的时候 就是有无毒没有喷药的花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天鹅茶做结合 茶农从一朵朵的幼花 开创茶区新茶品 也协助推广幼农的文旦幼农产 瑞瑟香农会也把每年8月份 文旦幼产届的推广行销 提早在3月幼花开的时刻 同步启动 整个瑞瑟的话 有800多公顷的这个文旦幼 那我们瑞瑟香农会 想说这个文旦幼 它不仅仅是在中秋节 提供鲜石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们想说从这个幼花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来开发它的一个 一系列的产品跟活动 那包含在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跟这个改良厂 就曾经研发这个幼花茶的部分 那这幼花茶也成为我们瑞瑟 非常具有特色 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产业 瑞瑟香为全国文旦幼 种植面积第一大的乡镇 年产值将近六七亿之多 早期仅止于8月中秋 先时的文旦幼农产 现在开花季节 茶农才幼花 来熏之幼花茶 淡雅清香 温润侯韵的滋味 相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由于也只能在花期期间 制作出产 当即限定 市场供不应求 光是瑞瑟香 短短一个月的花期 幼花茶产值可飙到 3000万元左右的农产经济收益 好 那我们除了这个幼花茶之外 我们现在也在开发 我们的这个 幼花系列的这个手工造 那也开 就是办理的一些活动 包含我们的幼花剑走 跟幼花路跑的部分 那幼花路跑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是瑞瑟香第一次办理这个 幼花路跑的活动 那在去年第一次办也吸引了将近1500位的这个选手 到瑞瑟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相对的对整个南区的这个观光业 包含住宿业包含餐饮业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忙 那我们也期盼说这个幼花的这个路跑活动 能够一直延续的办理下去 让更多的这个观光客来到瑞瑟 那不仅仅认识我们这个在地的文旦产业 那相对的也认识我们在地的这个蜜香烘茶的产业 乳牛业的这个产业 还有我们的这个凤梨的产业 那相信对于我们整个瑞瑟的观光 是非常有大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瑞瑟香文旦用种植面积将近600多公顷 每年三月幼花开 瑞瑟香文旦农产经济也全面绽放 茶农用一朵朵的幼花开发在地特色茶品 让农产倍增发展 而外新增的农耕人力也造就地方的工作机会 农产业多元化也带动休闲农业观光的发展 文旦又花开不仅仅是扑鼻而来的淡雅香气 也让瑞瑟香农产经济发展 散发更多元化的新香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文报道